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剧不光主演们都有十分强大的热度 甚至连配角都成为当下炙手可热的小生 就比如说是魏大勋 当时魏大勋在拍摄这部剧的时候 还是一位流量平平的三线演员 几乎是没有任何可以拿得出手的作品 如今的魏大勋已经获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也出演了很多不错的作品 就比如说是小小的愿望 以及大约在冬季等等 而粉丝们也期待这次在南烟斋笔录当中 魏大勋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表现 另外在这部剧中还有行走的表情包刘敏涛 原本以为这位姐姐会凭借着演技出名 结果却因为一首歌曲红了 不过抛去这些标签之外 刘敏涛也是一位实力派演员 出演了很多的大剧 就比如说是《狼牙榜》《伪装者》等等 都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表现 从而也让人开始期待这部主演 这种超强的民国剧了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期待呢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 今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署的